又是一个插路口 根据地面石板的磨损程度和涌道结构 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古代遗迹 路上没看到什么人类活动的痕迹 可以推断出 这个地方应该尚未被发现 估计维尔威也没料到 他的迷宫景区 建造在一座真正的遗迹迷宫之上 不过 算了 当务之急 还是考虑一下 目前应该走哪个方向吧 这里有青苔滑动的痕迹 以前千结是怎么根据 花园里留下的痕迹 判断出怕躲藏宝之处的 似乎是上坡石 划痕起点为前进方向 下坡石 划痕起点与前进方向相反 这个小鹰看起来不像是人类留下的 会是野生动物吗 总之 还是继续向前走吧 我希望这次是小鹰看起来不像是人类留下的 果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条路刚才已经走过了 应该做个标记 或许能从路边的垃圾桶中 找到一些用得上的东西 垃圾桶 这条路之前有垃圾桶吗 等等 明明是古代遗迹 为什么会有垃圾桶 大叔 小声点 别把我的猎物吓跑了 猎物 没错 他是偷我棒球棍的小偷 那家伙可坏了 我蹲在草丛里找吃的的时候 他从我身后接近 丢起棒球棍就跑 我都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快要饿死了 根本没力气追他 哎 你要一起来收炼吗 这垃圾桶还挺大的 应该能藏下两个人 嗯 不了 不过 在垃圾桶里 收炼 有什么问题吗 棒球棍就是在这儿丢的 那我自然要在这里等着了 我这是守株待兔 愿者上钩 你不知道 那家伙看起来肥肥的 就像小猪一样 烤熟了一定很好吃 等他再出现 就刷的一下跳出去 打他个蹭步及防 喂 你那是什么表情吗 显芝和大姨妈 嫌弃我的表情一模一样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算了 难道能在这种地方遇到熟人 我就不跟你计价了 你也和其他人失去联系了吗 是啊 没想到那个大块头 居然把地板砸坏了 坦白说 我已经忘记了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直击的场面很混乱 事发很突然 摔下来很疼 你看起来很快 很快接受了处境的变化 我呀 本来以为拍完合影之后 就只能回去洗韩家作业了 可没想到这次的旅行 还没结束 心态很好 是件好事 不过 我倒是有个问题 你问吧 假如寒假结束时 你也没能写完作业 你知道学员长很生气 正堵在校门口等你 你会怎么做 那当然是赶快逃跑 逃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那么 为什么你会认为 一个偷了棒球棍的小偷 不仅没有快速逃离现场 反而还会再次折返回来 这个 也许会吧 也许他就是想回来看看 也许他不太聪明呢 好吧 这种可能性确实无法否认 我 别出声 我好像听到那边有什么声音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叼着棒球棍回来了 竟然真被你说中了 我很厉害吧 大叔 快帮我捉住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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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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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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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聴 字幕視聴 視聴 字幕視聴 視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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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 視聴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 視聴 字幕視聴 視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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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聴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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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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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